耶稣是完全的爱 地上很多爱 也很多人爱我们 但是这些爱都不够完全 这些爱都有理由被改的时候 但是有一位他爱我们 而且他是全新 他是全有 他是爱我们到的地步 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 一点也没有意思 要聚为私有 他要与我们共享 他是谁 他是主耶稣 主耶稣是谁 主耶稣 主就是宇宙之主 创造之神 耶稣就是耶和华 这位创造天地 习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要来做我们的救主 刚刚我想这么多美好的诗歌 这么多鲜活的见证 我们一定有所感动 现在我们有了圣徒 我们有了圣灵 我们也有了圣歌 现在我盼望大家来读神的话 就是圣经的话 圣经是神的说话 圣经是神向我们说出他的心意 这有一段话 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对一些反对他 对一些误解他 对一些拒绝他的人 说出神心里最深处的感觉 我们来一同读路加福音 请看底下的经节 第十五章第五十一节 我们要一处一处的读下去 请大家跟着我小声的读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的对父亲说 父亲请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产给我 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好 这里说 这个小儿子向父亲要要求 他那一份的家产 儿子就是有一个权利 可以得父亲的所有 我们在圣经里说 我们一个人应该有两个源头 两个父亲 在地上的父亲 是我们地上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位 我们有了地上父亲的基因 我们就有了资格享受父亲的丰富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基因就能证明 你有他的生命 你就能享受他的丰富 但圣经里竟然还告诉我们 有一位称作天上的父亲 这里有一位 嗯啊 他是天公伯啊 他是天公伯啊 天公伯啊 我们就叫拜托拜托 天公伯啊 拜托一下 给他保庇 因为他不一定跟你有关 但是你知道吗 这位造天地的神 他自己告诉我们 他是天上的父 他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生命给我们 叫我们成为地上神的儿女 所以这里说 小的确对父亲说 请把归我的那份家产 也就是神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 在地上活着的资产 你的智慧 你的美丽 你的聪明 你的健康 这些健康能够有多久 说实在人没有把握 生命气息 都在乎他 在乎那赤生命 给我们的神 千生万世 大家都听几回 我们要知道 天父是不能得罪的 所以孔子说 祸罪于天 无所导也 得罪了天啊 得罪了天父 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 所以我们古人说 我们不只要敬天 我们还要为天 我们还要顺天 顺天命 知天命 最好最后 就是能够天人合一 中国人现在摸到了 一个精髓 摸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很有道理 没有道路 在这里神的话里 有道理 也有道路 所以他就像父 像父亲说 分给我产业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 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 你要他就给你 你要放弃他 他也不要勉强你 过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收拾一切 起身往远方去了 这个远方 你把它圈起来 起身往远方去了 放一块说 离开他的源头 离开祝福他的神 离开他万有万物 赐给我们 你把生命给我们的万物的源头 往远方去 越远越好 离神越远的人 越自由 离神越远的人 越能说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离神越远的人 他就不在乎任何的祭拜 就好像儿女 太早离开父母 离父母越远 越管不着的时候 这个儿女可能回来 已经是一生染了恶习 一生染了中毒 一生染了各种状况 才能回来 所以呢 你知道远离天赋 是一个严重的事 底下说 他就往远方去了 结果越远就越能过一种 富有放适的生活 在那里 生活就放大 就挥霍家产 有一位大学生 他对一位传道人说 我小时候信主 我长大了 我发觉那是迷信 我不要 因为那位传道人跟他讲很简单的话 他说 亲爱的 亲民人 在你信主那时候 比较生活简点 道德高尚 还是远离他以后 比较高尚 他说这一点 我不得不跟你承认 我离神越远 我越放大 因为他没有什么支配的颜值 所以在这里 他就生活放大 挥霍家产 耗费心灵 全人败过 然后呢 既耗尽了一切 又遇着那当地方 有大昭激荒 就穷乏起来 远离神的末了 你的人生会遇到饥荒 而且人生就穷起来了 就贫乏起来了 好像外面的东西越来越多 像我们刚刚亲爱的政体雄 他一生正派 一生追寻 他有一次讲 那个发表 也更是直接了当 他说我到七十几岁 突然冤决着 我这一生好像白走了一招 白走了一趟 因为没有找到 真正要达到的目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远离了父神 远离了父神的心 我们就发觉 我们就在那里挥霍家产 而且那大昭激荒 就贫乏起来 是有穷困起来了 然后呢 于是去投奔 投靠 那地方的一个居民 就找一个老板 找一个依靠 或找一个神来带他 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田里 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冲击 换说说 贫穷潦倒 穷乏困顿之后 就是饥饿 饥饿里面饥渴 外面什么都有 我也有钱了 也有房子了 也有屋子了 也有帽子了 也有儿子了 也有妻子了 可以说五指登科了 但是发觉你也空空如也 发觉我人生到底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他突然间有一种的失落感 因为他没有在父的心里里 继续往前 他有饥饿 所以圣经说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 人干咳不是因为没有水 是因为缺少了耶和华神的话 我认识一位医生的夫人 她是医生赚了很多钱 常常给她用钱来满足她 但有一天 她就把钱往她的丈夫一丢 不要你的钱 不要你的人 钱是越来越多 人是越来越少见 但是就是人陪着你呢 你也发觉都不能解决 因为你不能满足他 他也不能满足你 因为人的确像我们郑雍所说的 圣经是最好的标准答案 人有三部分 亲爱的朋友 神的旨意告诉我们 人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外面的身体 有四肢 有五官 有白体 叫我们能够吃香 喝辣 穿鸡 待遇 但这一切越满足 越发觉 我活着 难道就做低价值吗 难道我活着就做饭桶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我主要提升自己 所以我就要在IQ上 EQ上 AQ上 也就是在魂的心灵上 心思上 心智上 有提升 所以要追求学问 追求爱情 追求事业 这叫做我们里面的魂 等到这一切都得足 都满足之后 发觉 哇 还失落 我们亲爱的真忧 是一位长者 我想今天 他能说这话 是发人生气 我知道 他五十年来 静静夜夜 经营非常好的药厂 等等 他在这里 一切都得足之后 他发觉 我还没找到 原因何在 因为圣经有一句话 人却失去了 就是照天 照地 照人里面之灵 的一个话 当神来看人的时候 人最重要的 不是外面的长相 不是外面的气势 不是人的聪明 不是人的IQ 而是人里面有灵 阿们 而且圣经说 神是灵 阿们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 成为灵 而且神的灵 称作圣灵 圣洁的灵 圣洁的生命 你越亲近他 越圣洁 成为圣徒 很特别 但是还有一种灵 神就说 所有的灵 不能都信 有的灵 就刚刚我们 秋律中所见证的 那个灵 是不好的 这总是叫你 越做陛下的事 好像越觉得 没有什么感觉 还自以为可以 但是这都是远离 天父的情形 所以亲爱的朋友 这里 我们看见 人里面有灵 然后这位 照天地的神 祂就为我们 经过逐种过程 来到地上 成为耶稣 这是旧约 几千年前 就一年 祂要来到地上 要为我们成为人 然后来告诉我们 人生的意义 是开头要讲 而人没有得着的 就是说 我来一条 是要叫你得生命 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祂说 你们虽然有生命了 刚刚有西纪 我有生命了 不 祂说你要重生 是旗 祂对一位老人家说 你要重生 祂接着吓一套 我难道你有生命吗 我坐在这里 我从祝福有生命 是 这叫地上的生命 有地上生命的基因 可以活八十一百年 但是 主来了叫你得生命 神爱世人 甚至将毒蛇子 吃给我们 这些信祂的 接受祂的 不自灭亡 犯得永远神圣的生命 这生命一进来之后 这个人就重生了 重生的是领桃心 你马上就再生一次了 我告诉你 从父母生 生下来全家欢喜 全家得了一个小生命 但是呢 从父成生 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位主 为我们来到地上 为我们定十字架 然后为我们流血 除去我们所有 从前生命败坏的事物 然后呢 祂死而复活 请听 祂成为赐生命的圣灵 然后祂复活以后 向门徒做了一件事 不是讲道了 以前讲够多了 祂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呼 说你们受圣灵 亲爱的朋友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喜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盼望 这个喜乐不是三天五天就过去了 我喜乐不是三年五年 我信主已经总共加钱48年了 哎呀 自从那一天我就觉得 主啊 我要 就是这种诗歌 莫把我弄掉 莫把我弄掉 主啊 我要 求你得罩我 求你得罩我 祂就为祷告 祂进来 我天天过着荣耀盼望的生活 所以 这位圣灵 借着你的相信 他就进到你里面 跟你恶灵调成一灵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圣经讲神人调和 中国人讲 天人成为一个 但是圣经讲 二命成为一命 二灵成为一灵 怎么成 怎么能说 只要我们心打开 他就能进来 再往下去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 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布公 口粮有盈 我倒在这里 二十吗 所以远离天父的人 他心持生活放大 然后追求一切 好像外面有所收获 慢慢他却觉得穷乏 虽然有钱 却没有睡眠 虽然有医药发达 却没有健康 虽然有很多娱乐 天天的套 套乐店 但是没有心灵的喜乐 虽然很有钱 有钱可以买到 许多的爱情 开始其中的婚姻 但是买不到真正的爱情 有钱可以买到 至终美丽的墓园 却买不到 永远生命的叛国 这时候他是求罚的 第二他是饥饿的 第三他是无告的 没地方讲 他没东西 无告 无求 无告 无依无靠 第六呢 他就准备着恶食 什么意思 没有叛国 在这个时代 多少人觉得没有叛国 多少人觉得无告 无助 你知道吗 所以全世界 现在自杀的人 人口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全世界 自杀成为第九名了 台湾 日本 好像提到第八名了 最厉害的是哪里 韩国 韩国自杀已经是死因的第四名 而且已过六年 就了二十四位明星自杀 明星都是醉亮与 明星都是外面吃香喝辣 中间也是明生往过 但是里面空空如沿 至终就走上自杀之途 亲爱的朋友 天父在等候我们 天父你需要重生 再聊下去 他说他恨不得 拿猪所吃的道夹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他一起说 他醒悟过来 哎呀 就唱悲言言 各位 大家今天圣灵感动您 叫我们里面人的醒悟过来 什么叫醒悟过来呢 突然间啊 用日本话讲 就是哦 那如何 哎呀 原来如此啊 怎么样 原来 我所以不满足 因为我只有肉身的生命 我只有父母的生命 神天父等着我 叫重生我 让我成为神的儿女 哎呀 但愿今天主连我们 叫我们里面做了一个醒悟 那醒悟是什么 用圣经的话 叫悔改 那悔改是什么 你不要想到悔改 就是痛哭流癖 或者要怎样表现 不 悔改就是改观念 观念一改 哎呀 本来是没有神 怕什么 今朝拥有今朝醉 哪管明事何非 但今天说 哦 有一位 是我的父神 哎呀 这悔改改 改观念 第二 从今天 什么都是神 跨得这么明白 只有耶稣不要 懂得呢 但是呢 现在 看呀 我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 既然我用了真操 就不能用假操